嗨大家好,好久沒有觀眾問答了 因為這陣子乾淨案子很多 抽不出時間來做 且今天這一期花了好多時間來研究 那之後我會盡量多出一點這個系列的 因為和大家互動感覺挺好的 有什麼問題我們歡迎留言 我們來看今天的問題 布書王的華山問說 請問Chip 維基百合上有一個條目 華人與狗不准人入內還有照片佐證 請問這個牌子是真的嗎 華人與狗不准入內跟東亞病夫一樣 都是嚴重辱華的例子 在李小龍四眼的電影中 陳真到上海萬灘的公園 門前有一塊狗與華人不得入內 陳真沒有管他,直接大啦啦走進去 然後就被印度警衛給攔下來 這個印度警衛當然是為英國人服務 結果一個洋人牽著一條狗 卻可以進去 印度老說 因為他是外國人的狗 那接著一堆日本人圍了過來 嘲笑與挑釁 最後陳真打爆這些日本仔 並怒踢木牌 以行動跟大家說 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那這個牌子到底有沒有存在過 過去是眾所紛紛 我們先聊這座公園 這個公園是建於1868年的上海 最早叫做公家花園 是中國第一座現代意義的公園 公園這個概念是西方傳進來的 古中國沒有公園的概念 所以有很多私人寧願 但那個是土豪自己建的 阿貓阿狗不得入內 那印要說公園的話 可能這個廟前的廣場 這個廟城 到時候有幾分神事 像是這個我們的大道頂 就是賽谷的廣場 那如果以歐美來說 1850年的巴黎改造 就是那時候都根 拆掉擁擠張亂的街區廣色公園 因為兩年前發生過法國的俄約革命 法國政府認為 會革命的都算一些經濟旺盛的人 他們假日到公園跑跑跳跳 就不會反政府了 那這個外國人怎麼會在上海剛公園呢 在1842年 這個簽訂因為鴉片戰爭戰敗 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 除了要各讓香港 還要簽政府承諾 英國人可以上安通鄉 但中國公園考慮到 這個外國人 藍眼睛黃頭髮 會嚇到小孩子 於是不允許洋人進上海獻城 然後英國人在獻城旁邊 買一塊地 自己蓋房而居住 來上海的洋人 自己管理自己 與中國人自己管理的 上海獻城不同 然後還有這個法國、德國、美國 與日本等國 在太平田國時期的1853年的9月 小到未來佔領了這個上海獻城 結果上海人和這個清田的官員 全部跑到洋人的租借 這就確立了上海租借的性質 那到了1863年 英美租借合併 這個就是有名的上海公共租借 公共租借有自己的施議會 自己的檢查系統 加上治外法權 形成了一個國中之國 一直到1943年初 英美兩國因為這個二戰盲的交流量兒 宣布自願放棄在華租借 那之後法國的維基政府也跟進 不久日本把他打下公共租借 還給了汪精威的南京政府 歷史百年的上海公共租借 這才結束 根據當時許多人的記載 確實這塊牌子 只是細節上有所差異 例如魯迅在1903年寫的是 泉與華人不准入內 毛澤東的好友 老共早期代表人物 蔡和森 在1923年寫的是 華人與犬不得入內 隔年孫中山寫的是 狗與中國人不許入 這其中 記載最詳細的是 1913年 北大教都寫的 華人不許入 外加 犬不許入 所以看過這個牌子的人很多 但都沒有一張一槍斃命的照片 證明確實這塊牌子 後來近代有位日本學者 尊明研究共產黨黨史的 石川真浩 特別為這個牌子 下功夫去考證 他說外加公園鑑於1868年 華人是否可以入內 每個世紀不一樣 至少用現在的資料來看 剛建好後的世紀年 並沒有公開掛華人不許入的牌子 但會另外派人巡邏 禁止一彎不整的 低端華人入園 這個是常有的事情 在1825年的公園規則中 共有六條 第一條是 腳踏車與狗不准入內 第二條是 娃娃車應該在一旁的小路推行 第三條是 禁止破壞公園的花草草 第四條是 不能跑到樂團演奏的地方 第五條是 除了洋人的仆人外 華人不准入內 第六條是 小孩子除非有外國大人陪伴 要不然也不准入內 所以最早真的有華人不准入內的規定 但是是不同條的規定 硬要說人家說 華人與狗不准入內 這個叫做以華接木 華人與狗並不是連寫的 而是分開的 要不然把第六條和狗連結 不就變成了 外國小孩與小狗不准入內 那中古人 憤怒的不是不准進入公園 而是竟然與小狗放在一起 後來到了1917年 可能是有人抗議 覺得這個規矩 正對性太強 將秦朝滅亡了 中古也開始時髦起來 這年的公園規則改寫了 全部是用英文寫的 第一條是 這個公園是外國人專屬 第三條是 服裝不整著 不准進入公園 第四條是 狗與單車不准入內 那看起來是換句話說 讓中國人不那麼受傷害 但又可以阻止中國人進入公園 但是有個日本人 叫做後藤人昭太郎 他是個中國通 在1926年穿著長袍馬褐服裝 去公園玩 雖然被這個印度警察瞄了一下 但也沒有攔阻他進入公園 這個老兄長這個樣子 從外表看 也看不出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所以也從旁證明了 只要是穿著整齊 一般來說是可以進去的 那一個證據是老共的前國家主席楊尚昆 是老共的八大元老 他的哥哥楊岸公 那時是搞革命的覺醒青年 在1924年的7月 從四川到上海討論革命事宜 就在日記中寫道 7月7號那一天到黃埔江公園遊玩 他的朋友子瑜穿著長袍 然後被擋在公園外 他覺得是外國人欺負中國人 但是又過了兩天 他們為了能進入公園 改穿洋服 然後義大雅就待了三個小時 然後後來去這個法國公園 還覺得後者比前者好 這裡我們看得出來 朋友子瑜穿著長袍 看起來泡泡爛爛的 所以被拒絕入內 那長袍大概看起來是這種 泡泡爛爛的服裝 那後來改穿得體的洋服 就可以入內了 還一口氣晚點兩個公園 因此看來 人種不是關係 外國人在乎穿著 或是像這個厚騰照片的這種顯貴 也是應該可以入內的 但這個公園 本來就是應該對大眾開放 用穿著來區分 確實怪怪的 在這個1880年代 就是有中國人覺得 這個規定不合理 開始抗議 所以在這個1889年 朱介發了華人圓圓證 每一張證件 可以帶四個人 現用一個星期 因此某一段時期 華人是可以去公園的 那為什麼後來又不准 華人入內呢 接著我們繼續看幾則史料 這次1917年姚公賀的 上海鮮花中有提到 除了公園不准華人入內外 連跑馬場也不行 但這件事情 與國力強弱無關 是國民教育素養的關係 過去他聽說過 華人不准入內的規定 是因為華人每到公共場合 就會摺花驅鳥 踐踏草坪 所以是功德性的問題 那接著是1924年4月14號 韓德祖在《十四星報》有提到 這些公園以前都是開放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同胞 太缺乏公共道德心了 所以只要養人厭惡 曾經有這個華人與狗 不得入內的牌子 我希望華人們都要教導子女的公德心 不要去談談些花草 害大家得不到應有的權利 那再看當時的申報一條記載 公家花園去年開放華人領造入園後 夏天常有華人帶著記入內 而既又愛花成癖 一看到鮮花又災 所以討厭華人入園 其他還有這個投改永遠鎮的日期 使用過期的永遠鎮入內 霸占公園的遺址等 且當時在上海穿著大塌的日本 也是被西洋人拒絕入園 不是只針對中國人 但因為這個中國人一直抗議 後來租借當局另外找一個地方 加上英國商人捐贈的土地 在這個1890年另外建成那個公園 後來改名為華人公園 中國公園 專門提供中國人遊覽不收門票 不過這公園很簡陋 除了中一塊草皮和幾竹這個樹木外 只有兩個草亭 那大概只有中國苦力會去坐椅上躺 平常很少人會去 後來到1928年的6月 上海主角感覺對華人全面開放 但為了避免人多擁擠 以及公園維護也要成本 所以還是要買票入園 進去一次兩毛錢 12歲的小孩免費 也可以買一元的計票 當初就賣了18000張計票 1966年的上海公園月薪也有20塊錢 所以這個價錢並不會太貴 這個計票一直賣到1940年 後來因為這個物價上漲也調整過價錢 但看得出來是賣得不錯 這點證明了上海人的數值是No.1 至少在全中國應該是排名第一 並沒有造成公園上營運的混亂 所以通過史料可以做這個結論 上海的租界公園沒有一直禁止中國人入內 就算有也是功德性的問題 甚至後來也有全面開放 那這維基百合上的照片 全與華人不准入內 有該怎麼解釋呢 也有比如老共上海市黨部研究室的文章 就有許多目睹者口述和歷史 許多小教授與老市民 都說看過這個白體黑字的木牌 再者2019年俄羅斯的紀錄片 中國重生 第三集的7分36秒也出現過這個牌子 那對比其圖中的建築 這確實是上海 因為牌子後面的背景 就現在的上海大廈 也是當時的白老徽大廈 對比下國國地圖 拍攝的地點還真的是上海大廈對面的黃埔公園 在紀錄片的第三集的1分32秒顯示 蘇聯的攝影師米克薩 跟隨蘇聯團隊在這個上海拍攝 這就由我們前面說的有所矛盾 因此我們也先弄清楚 蘇聯的拍攝團隊是核實在中國的 我們翻開央視的紀錄片 2014年102期的檔案 在2分52秒的時候有講到 在1949年9月30號 蘇聯攝影團隊來到北京 為的是拍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不過這個影片過度剪接 資訊不夠齊全 因此我們得再找另外一個佐證 接著來看同樣是央視的電影眼看中國 其中第八集中國人民的勝利 裡面有提到 在1949年9月30號 蘇聯攝影團隊來到北京 導演是瓦爾拉莫夫 攝影師的是米克薩 旁白接著說 在拍攝完開國大典後 又繽紛四路補拍渡江戰役 但這些都是央視的來源 我們還得看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來源 我們到俄羅斯的列寧中央勳章和紅旗勳章紀錄片的製片場的 網站裡面有寫到 這導演瓦爾拉莫夫的介紹中 我們隨意用Google翻譯了一下 在簡介裡面確實有1950年拍攝的紀錄片 中國人民的勝利 因此可以確定 這個照片應該是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所拍攝的 並不是洋人到上海豬家時期的照片 此外 咱們又幸運的搞到了米克薩當時所拍攝的照片集 總共有1089張 其中有兩張照片 是攝影師在上海大廈對面的道路上拍攝的 道路中的標語應該是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還會有毛澤東與朱德的照片 那另一張可以看到是蘇聯理事館的旗幟 背景也是上海大廈 因此可以確定這部照片的日期 是在1949年10月1號以後拍攝的 所以總共有時候與老人們 會有一塊這個長方形白底黑字的木牌 他們並沒有說錯 他們真的看到了 不過是蘇聯攝影團隊製作的道具 那實際上在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6月10號 那天是星期二是端午節 中華民國政府在黃埔江舉行龍舟比賽 因為二戰勝利的關係 參加的人非常踴躍 有7萬多人踴躍黃埔公園 由於人數太多了 四周公園的廳主都在開放5天 要清理垃圾與修復這些花草草 如果真的有華人與狗不得陸內的牌子 那就不是公園被破壞那麼簡單了 那另外解放軍也可以證明 這個牌子是後期才擺放的 在1949年國宮殿戰中的上海三一時 國民黨在黃埔公園內建立了碉堡與埋地雷 那5月底解放軍攻堅上海 清除黃埔公園內的碉堡和地雷 並在6月9號重新開放 難道解放軍會對這個辱華牌子視而不見嗎 那再來我們看俄羅斯在2019年的紀錄片 中國重生第三集的7分38秒 這個拆木牌的年輕人戴著解放帽 解放帽是1948年的12月 才在後前會上公布的新軍帽 但由於戰爭的關係 各大部隊沒有立即更換新式的軍帽 在渡江戰役的時候 有些部隊是帶著舊款的軍帽 那根據這個老共國防部的資料 一直到了1949年的夏天 到老共建國 各個部隊來統一了這個軍裝 也就是說 在1949年5月底之前 這位年輕人不可能戴著老共軍帽 拆這個牌子 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結論 在清朝衰弱的時候 列強確實有歧視中國人的做法 不讓這個中國人進入公園 但隨著這些知識分子的抗議 以及民族自尊性的提高 外國人也開始組建了方官標準 甚至在1928年全面開放 且不開放中國人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公德性的問題 但在1949年10月1號以後 蘇聯的攝影團隊來到上海 補拍度將佔領於解放上海的影片 蘇聯的攝影團隊 隨手製作和擺放的這個 常常性的板子 然後上海市人民政府 動員的人群去參觀這個板子 然後跟大家這個 進行思想革命教育 你看看 這就是列強欺負咱們中國人的證據 如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讓外國人不再覺得我們是東亞病夫 那好笑的是 對外有許多歷史型的UP組 拿這個蘇聯造假影片說嘴 說列強都欺負咱們中國人 那實際上辱華真是老公的親爸爸 那現在大概中國人想去哪就去哪 大家都很歡迎中國人到他們的國家去旅遊消費 但在網路上可就不一樣囉 過去中國人因為沒有公德心不能去公園 不過現在中國人因為祖國審查 沒辦法自由地有來網路 但現在只要使用Service Shock的VPN 結果可以輕鬆轉換IP 想去哪就去哪 來自英俗為進群島的Service Shock的VPN 沒有中置的背景 使用上公園安全 就算沒有祖國的長城 想在網路上跟人吵架 跨去看影片跨國追星 看漫畫玩手遊 VPN都是你的好防守 而且Service Shock的VPNCP值很高 可以在多個裝置上使用 使用chip的專屬連結 最低可以獲得一五折優惠 再額外送你三個月 最誇張的是 再啟動Shotback 還有80.5%的現金回饋 簡直便宜到沒天理 而且如果不喜歡 30天內保證退款 不可以來試用看看嗎 剛好插入了奇怪的東西 總之以上就是今天的觀眾問答 聊這麼嚴肅的話題 就我們來看一本輕鬆的書 騷杯軍和他的化學實驗 這是一本翻譯至日本的科普套書 是遠流的科學商人系列 以漫畫形式呈現 把實驗器材都擰人化 然後介紹20種的化學實驗 畫得非常有趣 那既然咱們是歷史頻道 就得先小聊一下實驗的歷史 自古以來人們對於這個視覺 非常好奇 到底我們人類怎麼看見東西的 早在這個2500年前 古希臘哲學家N4提出了射出說 認為人們會跟這個X戰警一樣 眼睛會射出特殊的光線 這種光線打到物體上 眼睛就會看到 那些可能覺得這個推論很白癡 但在當時很多人相信 如柏拉圖就相信的 而亞里斯多的卻不相信 他認為射出說不夠科學 所以提出了射入說 就現在的知識來看 兩者都是錯的 半個世紀後 中原位比較科學的哥們跳出來 就是歐基里德 大概聽過這個名字 就是幾何學大師 以及這個數學大師 他試圖用幾何學原理來研究 這個射出說 並寫本名為光學的著作 但這個視覺怎麼可能用這個集合學解釋 用這個生物學或是物理學差不多吧 因此歐基里德還是搞錯方向了 有過400年 聽聞學家托瑞密對於視覺的推論 還在脫離不了射出說 所以人們就當了X戰警當了幾千年 一直到西元11世紀左右 一位阿拉伯人才提出正確的理論 當時阿拉伯處於伊斯蘭的黃金時代 指的是8世紀中葉到13世紀中葉左右 阿拉伯斯王朝統治的500年間 阿拉伯帝國的即勝時代 許多博學學者聚集在巴格達 在這邊進行大規模的翻譯活動 像是古希臘時期的大作 有這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基里德、托瑞密等 包含了哲學、科學與醫學 這一個時候歐洲還在黑暗時代 等到歐洲人覺醒 才從阿拉伯人手中發現這些古希臘生險的巨作 其中海蛇牧就是著名的阿拉伯學者 且這個研究領域包山包海 那個時候流行的是天才 他對數學、天文、醫學、建築都略懂略懂 後來埃傑哈里發天文他的大名 想找他來整治尼羅河 海蛇牧變族這支探險隊 想要在尼羅河上游蓋裡做水壩 最後探查結果答案是 以現在的科技水準 我們做不出這樣的水壩 話也沒說錯啦 畢竟尼羅河的亞蘇順水壩得到9半年後 人類才把它搞出來 海蛇牧只是走在太前面 結果這哈里發是個老環丁 就把海蛇牧給關了起來 在十年的牢獄之災中 反正閒者也是閒者 海蛇牧就專心於研究之中 出去之後 陸續把這些手稿出版成冊 其中有一本叫做光學 他最早提出正確視覺理論的人 明確指出 眼睛收到物體所反射的光線 我們才看得到 海蛇牧在整理的研究步驟 先觀察自然現象 提出具體問題 構思可能的理論 接著設計實驗驗證理論 進行實驗 分析實驗結果 最後做出結論 發表成果 說他是科學的實驗法 支付也不為過 那這本書收入二幾個化學實驗 適合給小朋友啟蒙實用 那如果你是讀文組的 國小就放棄數學的 你就會跟我一樣 看著這本書還是看著無煞煞 最後這本書收入本送給大家 留言給大家抽獎我們下次見 掰掰